中亚国家吉尔吉斯2号发生了惨剧 在苏扎克区的庆典当中 一辆疑似手刹车 忘了打挡的卡车 突然爆冲 一路横冲直撞 一直到撞上了帐篷才停下来 结果造成了29名孩童受伤 其中三人伤势严重 大家跟着音乐节奏拍手 沉浸在节庆欢乐中 但现场突然引起骚动 一名男子飞快地向前冲 跟着他的身影望去 一辆卡车横冲直撞而来 不少人来不及反应 纷纷跌倒在地 有些人遭到撞击 现场一片错愕 从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画面右上角 一位民众突然开始狂奔 大树后面冒出一辆卡车 缓缓移动 紧接着人群渐渐聚集 只见卡车经过斜坡 一阵重力加速度后 飞快地向前冲 大家眼见已经拦不住 纷纷闪避 不知情的民众遭撞 像骨牌一般硬身倒地 接着又来到下一个斜坡 一阵颠簸后再次暴冲 直到撞上帐篷 才总算停了下来 中亚内陆国家吉尔吉斯 二号有一辆贩卖 冰淇淋的卡车 疑似手刹车没有打挡 车子因此失控 酿成大火 事后现场一片狼藉 民众东奔西跑忙着善后 原本欢乐的庆典变成惨剧 造成多名孩童受伤 至于肇事原因 还有待调查 综合报导